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 当然再尽量持续带你来追的是走私燕风暴 核心关键角色 结态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之前我们都没有讨论结态 结态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他所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七星的进口商 也是七星的制造商 难道他完全都不知道吗 好 我们刚刚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真心业者 炮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财源专家 黄世聪 大家好 要请到财源专家 赖先生 欢迎来到 以及万保投资总监蔡平章 大家好 网路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 在节目一开始 在讨论中美贸易战的谈判之前 我们再次提醒观众朋友 请你拿起你的手机 在我们荧幕左下角的QR Code 扫描一下我们的QR Code 就可以直接透过YouTube订阅 这不是新闻 而且每天都在提醒 一定要打开小铃铛 而且是全程免费的 好 我们刚才看 中美贸易战即将在下周一 要在上海重启谈判了 好 为什么在上海 而不是在北京呢 本来预计是在北京 为什么改在上海 而中国掌握了主场优势 准备怎么谈 要派谁谈呢 不过这在谈判前夕 竟然啊 我们来看下一页 竟然美国夏马威 在这个时候起诉了中国女富豪 马小红 又是为什么呢 宣哥 那这次美国商务部呢 他起诉马小红之外 还有起诉一家公司 叫做洪翔公司 洪翔公司就是马小红的公司 还有他三个员工 那美国起诉的原因 一定要有原因嘛 马小红 他就违反联合国禁止北韩的禁制令 他是跟北韩的军事集团 以及他的武器建制有关系 他协助北韩在整个武器的建制里面 他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我要把你抓起来 所以讲到这个马小红 他二十岁的时候在丹东 他只是一个办公室的一般 那个业务员而已 但是他在一个很悄然的机会 去遇到了一个贵人 那个贵人叫做张成泽 那张成泽是北韩曾经第二号人物 是 对不对 金正英的 古典啦 古典 古典 后来听说什么 那个我们不讲了 那那时候张成泽是负责 跟中国的贸易之间的第一号人物 所以他已经绑 他搭上了 搭上了什么 大绑 所以所有北韩的一些事物 对他来讲就是都非常的方便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可以为北韩的事业 粉身碎骨 这句话听到你张成泽也很爽 所以北韩所有的东西都给他做 我们在讲到为什么美国会起诉他 因为在2009年 因为要贸易谈判了 这就像要杀华为之前先抓孟晚舟嘛 对 谈判之前我先起诉你马小红 我要搞花你之前先搞臭你 我先说你们这个国家很糟糕 因为整天跟北韩勾结在一起 还提供他军武 还给他不应该给的战略物资 甚至你还违反联合国禁令 对 美国现在就只有拿这样来起诉别人 他没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你要起诉总是要有你的一个理由 跟他的故事性 你要让人家心服口服嘛 2006年的10月15号 北韩第一次试射导弹 那试射导弹以后五天以内 五天喔 我们讲的是10月15号喔 五天以后 联合国马上就决议 对北韩实施禁制令 第七天马晓红马上拿到第一笔很大的生意 两千万吨的重油卖给北韩 这一下不得了了 这也在美国掌握之中这家宏祥公司 另外在2009年的时候 北韩有一家叫做光纤银行 这家光纤银行是联合国禁制令里面 指定了这家银行不准用美金交易 因为你银行你如果没美金 你没办法买东西嘛 没有办法对啊 那我银行没有美金 我这家银行 我怎么去跟国外买东西呢 所以红翔公司马晓红 他就提供资金 本身的公司 还有用一家空壳公司提供美金给他 让这一家公司可以去国外 跟一些比如说伊朗 一些其他的国家去做一些交易 因为交易就是美金嘛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被点名了 另外马晓红这一家 红翔公司也跟朝鲜矿业 国外公司这一家公司呢 他有很多的生意往来 那这一家朝鲜矿业在干嘛呢 朝鲜矿业这一家公司不是卖矿业 他是卖导弹 灰弹 所以也因为这个 矿业公司是做导弹 当然也可以啊 我名字叫矿业啊 你比较不会起疑啊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对我禁制令嘛 所以我不可能弄一个 朝鲜导弹股 那不就笨蛋嘛 所以他跟这一家公司 结果你知道 光从2011年到2015年 那红翔公司马晓红 跟北韓的一个交易 5.32亿美金 5.32亿美金 光是去年的9月 还卖了25万美金的一个氧化铝 那这个氧化铝干嘛 氧化铝可以用在 所谓的浓缩又离心机在用的 所以你所有马晓红 跟北韓的交易里面 包括提供美金 包括提供氧化铝 包括跟这个矿业公司在合作 其中里面都具有什么 杀伤力武器 杀伤谁 杀伤我美国啊 因为北韓导弹可以打到我牛 所以现在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违反联合国禁制令 我就拿马晓红 就是跟过去 跟拿华为的小公主一样 把你扣起来 当作人质 到时候你中国要跟我谈判的时候 来 拿钱来放人 拿什么钱 美国现在要求的 来买黄豆买高粱 那中国要求什么 赶快释放 释放这个小公主 释放马晓红 所以双方现在都有掌握到 一个关键的人质 那这样的话 这一出戏就非常好看了 这出戏非常好看 甚至于呢 这时候美国呢 不只是下马威 又开了第二道 我们来看第二道是什么呢 它竟然针对 大陆制的地铁和大巴 现在国会说要全面封杀 因为中国中车集团 它一年的营业油 有180亿美金 有人说中国中车集团 可能在铁道建设之间是占了全世界一半 因为它的低价 高效率跟低成本的人工 在全世界抢单来讲 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这几年 你知道老美那边地铁很多真的很老人 纽约甚至有些地铁接近百年 最近有一波地铁更新潮 纽约 芝加哥 波士顿 甚至包含了洛杉矶 接下来他们的地铁标案 光是那一个车辆 就很有可能全部由中国中车得标 而且美方对于这个东西 压力非常大是 他们最近有好几个基础交通建设 被骇客攻击 加州首府Sacramento 竟然被骇客攻击 说它整个交通设备全部被劫持 要求你要付比特币 我才能够把这个劫持的系统还给你 所以这一次参众两院 为什么下禁令 他下的禁令很简单 他说从今以后不准用联邦经费 购置中车集团的任何产品 这样一来 我们刚刚讲的联邦建设 记不记得 这几年美国还在考虑要坐高铁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各地的地铁的这些标案 等于他一家伙砍下去 就要让中车集团所有的标得到也吞不下去 来美国杀了一家新的公司 从华为杀到海康 威视现在杀了中车 那理由都是同一个 不管他杀谁都用同一个理由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理由呢 他说中国车辆上面有摄影机 而这个摄影机呢 以及定位追踪等数据 可能会被中国政府监视 对美国带来国安疑虑 反正他要杀谁呢 都用同一个理由 就是会有国安疑虑 你会勤搜我 你会监视我 你在车上会装那些监视器 而且很特别的 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 波士顿 洛杉矶 这些地铁的公众运输系统 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由联邦政府拨款 也就是他这次说 我联邦政府不准资金用于此 你本来想说那好 那各州政府或是各市 洛杉矶这些地方 定的标案还是过 没 因为三分之一是中央拨款 中央如果说不行 你就完全不行 除非今天洛杉矶说 那我把剩下来33%的缺口都补足 否则等于是各大城市 所有的地铁标案 全部都被完全封锁了 好 但是中车 有在怕没在怕 我们来看一下中车的股价 照理说这个新闻一箭报 对中车的股价应该造成影响 但股价的表现在今天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因为中车觉得 如果你不跟我买 你要跟谁买呢 我的竞争力最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在今天受一个十字线 股价是在7块7毛钱这个附近 中车的股价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闻 而出现太大的波动 但我们回来讲为什么中车有自信 因为他说 小我最小 基础我最好 特别是中车有非常多的黑科技 是你想象不到的 我们先光讲一个标案 它的规模 纽约是不是要买新的地铁 他开了一个竞赛的案子 说来各大公司来我这边比新型的地铁控制系统 大家赶快来参加 你知道中车怎么样 中车得奖 为什么 他说我自掏腰包5000万美金 我不需要你的奖金 我5000万美金 就为了设计你开出来这个标案 这个产品 我自己做 我在美国设厂还要投入9500万美金 我把你当地的居民都买得服服帖帖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中车不只肯花钱 它很多设备的技术 的确在世界顶尖 尤其在高速铁路 也就他们所谓的动车上面 他今年2月才宣布 他说我准备推出全变轨的高铁 听起来好像大家想说 全变轨 全变轨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欧洲亚洲 甚至包含了其他各个有高铁的国家 有的用宽轨 有的用窄轨 有的用标准轨 所以如果你要一带一路 你要从中国穿越俄罗斯 开到欧洲去 你中间轨道的这个间距变来变去 中车说没有关系 好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我没有看过铁道这么弯的 因为它要模拟极端的规范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 我可以在载轨 我通通可以走 而且最重要的是 像这样的技术 中车直接讲 你现在日本还在测试 我已经开发完毕了 日本用的这个车 我已经完全可以在各国 包含了俄罗斯 包含了欧洲 它是这样移动的 因为宽载轨之间会等于要进出国境 所以你的宽轨一切换 变成载轨或是变成标准轨的时候 你的车不能减速 你还要继续开 我们请各位朋友看一下这个画面的下方 你会发现它那个轨道突然有没有移动了 哎呀 好厉害啊 对 所以这个日本还 这还是日本觉得自己很先进的科技拿来示范 但中车说对不起我开发完毕了 我现在到各国 你只要吃我的标案 我保证我的高速铁路的车头车身 都可以在不同宽度的轨道上开来开去 所以这一次 它的车子是不是也可以随时编组 对不对 更重要我们之前讲 高铁也就是动车有一个挑战 就是譬如说像台湾的高铁一下子编12辆 那12辆商务舱在哪 双层 台湾没有双层舱 但是那个都是固定的 中车也推出了说 来 我们只要能够停靠车站 我里面可以全部自己组合 我可以从6辆变12辆 我可以从一个商务舱变成全都是商务舱 我可以变成全都是两层 我可以变成只有一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你来看一下怎么组合 它所有的椅子都可以变动 对 那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有中控跟这个高铁舱内自己控制 所以你要把它变成多用途舱 你要把它变成普通舱 你要把它变成可躺平的舱 全部都可以组合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的每个车厢也可以互相组合 对 车内本身可以变动 然后你的车厢可以自由吊逛 那台湾我们讲过就限12辆 可是中车的意思是 我今天要加到14辆 或者我今天这个订票人比较少 我减到6辆或者是10辆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客流春运的时候我加倍 那不是春运的时候 我可以不要挂载那么多车厢 前后顺序都可以变动 而且你看它的座位也是 座位是弹性的 它可以让座位变多 也可以让座位变少 那变少的时候 中间可以变成像餐桌这样 你可以用餐 可以像互相开会的会议桌一样 所以它的弹性是很大的 我们刚刚谈到它的轨道可以变 它的车厢可以变 它的内装可以变 同时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它的平稳性曾经用过硬币测试 这也让人大惊奇 这真的很花俏 就是它把硬币立着 请注意这是立着 然后堆叠在那边 然后它的高铁在行驶的速度之下 两百六十公里到三百公里左右 没重 好 等一下 学恒 我不是不相信 我不是不相信中国人 不过我有点不相信中国人 就是会不会把它粘住 会不会用三秒钩把它粘住 好 没关系 你说有可能粘住 因为他们有可能做这件事嘛 好 我们这样讲 你说这次硬币摆在我桌上 不要说车子在动 摆在我桌上 你说要一动不动都不容易了 对不对 我就要摆在 憲哥的桌上 我摆个硬币 你让它不动 你试试看 好 我告诉你 它背后有理论依据 为什么这么稳 是因为它用的是 几乎全部一体成型 但所谓的一体成型是 每五百公尺 就是一个轨道的长度 然后两千公里的轨道 它从头到尾 焊接成同一条 也就是它的特殊钢材 已经不在意热胀冷缩 因为它的轨道是完全无缝的 对 也就是你开过去的时候 不会空洞空洞震动 因为都一整条 那焊接的技术跟钢材本身 都可以容许热胀冷缩的 10%到15%的长度变化 因此你可以讲夸张一点 两千公里的高速轨道 全都是一条 没有接缝 完全天衣无缝的钢轨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为什么不震动 是因为没有理由震动啊 它的铁路全都是平的 所以你不要说那个东西很花俏很浮夸 它甚至做更夸张的 它说我把签字笔立在那边 然后我把我的硬币立在签字笔的顶端 它旁边还放手机 让你知道它这个没有剪接的 因为它有在动 就表示我的 时间有在动 对 我的手机上面的计时 就是它平稳了多久 然后画面外面呢 就是真的有在动的状态之下 它用这个 用价格 用技术 在全世界各地抢单 无往不利 好 所以 这一次呢 国会准备要杀中车 中车没得怕 它说很多地方政府都说 中车是他们的天赐之物 所以在谈判之前呢 又起诉马晓红 又要杀中车 这场谈判到底要怎么谈下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也要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的 当然就是走私烟风暴 好 我们来看走私烟风暴 最近有最新消息 业界爆料说 华航一天狂消半年的免税烟的 这样的数量呢 他们认为 日本烟商 结态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你除了查金流之外 你要查查结态的物流啊 结态难道都不知道吗 结态有没有跟 华航 或者跟 国安单位做配合 有没有内神通外鬼 当然 现在有这个疑虑 为什么这样说 这次走私烟 当然最大的问题 是在国安单位跟华航 但是这个货从哪里来 货现在大家注意说 到底从哪里来 从结态来 对 从结态来 为什么会很奇怪 事实上这次9200条香烟的所有人 大部分是来自三家公司 一个是台湾烟酒公司 一个是结态 另外一个是帝国烟草 但是这9200条中间的 最多的就是来自结态 好 那我们来看订单 其实这个订单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我们来看黄国昌当时公布的订单 这9000多条的订单里头 其实什么最多 7星最多 7星就是结态 对 没错 我跟他讲 所以7星的量是最大 对 我跟他解释一下 这一个单子里面来说的话 哪几笔是结态 第一笔是结态的 1900是结态 对 然后后面的四笔 全部都是结态的 后面450 1200 300跟400 换句话也就是说 1900加 450加 1200加 300加 4000加 通通是结态 对 那加起来多少 8250条 8250条 对 这些都是来自结态 那为什么来自结态会很怪 因为第一个 这一次的结态里面 占了太多量了 我们跟大家讲 如果以香烟的占有力来说的话 我们不要忘记还有很多这个 包括说瑞士的菲利普摩里西斯 还有包括说英美烟草 都没有量在这上面 那都是集中在这三家 尤其是集中在这个结态上面 那为什么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第一个 阿官 我跟你讲 8200条的这个香烟 如果以他们一般的出货的这个流程 来说的话 是 他们在结态的工厂里面做完之后 他们就直接贴上免税的这个商品 送到这个免税商店去卖 也就是说他送到免税店 或送到飞机上的 他是另外贴的封条 对 另外贴的封条 是免税的封条 好 那只有两个管道 一个是到这个机场 机场大概占了99% 到上飞机只有占1% 结果你知道吗 他这次量是多少 这次量的话是非常非常大 如果我们以一年在飞机上 卖的这个烟量来说的话 以台湾约莫斯大概4万5千条 那4万5千条的这个烟里面来说 华航大概占了1万5千条 那1万5千条的话 你自己想一年1万5千条 结果他这一次结态 结态就出给他8200条 就多少 那你就算他一天就卖半年的分量 半年的分量 而且是卖掉 那怎么可能 那结态不是也不会觉得很怪吗 你突然给我订这么大的单 所以这个里面结态有问题 为什么结态有问题 他是民营公司 通常一般来说 他们接到这么大量的订单的时候 他们内部会有审核 为什么 因为如果根据免税商店的这种 商品的这种规则的话是 我要出货之前 我要先收到的钱 但是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 如果假设这个烟过期的话 你还是可以免费退给我 所以他们要求 如果万一你这个给我耍赖 你放到过期再退给我的时候 我也会亏钱 所以一般来说 他们会对这种大单会 非常严格的审查 就是你要快速卖掉 我才会愿意出货给你 而且他也怕沦为犯罪集团 不管是洗钱也好 还是逃税的 因为香烟等从是现金 因为它变现太容易 所以他们内部 所以他们照理说会查 超过一个量据说他们就要通报 对 其实在以前 他们内部里面都有所谓 打击走私小组 他们也很怕说 里面有不孝人员 把这个拿货拿出去的时候 那怎么办 所以他们通常那种大量以上 他们都会直接往上通报 但是这一次显然 这个往上的机制是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功效 高层好像就默许 让这个货就这样出去了 所以现在大家就想说 很诡异 对 那到底是不是 高层跟华航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秘密的管道 或秘密的这个接触来源 那我们讲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联想 我跟大家讲 因为捷碳他成立的时候 他这一家公司 他原本是在日本的公司 但是因为我们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我们跟日本签了一个 就是台日投资协议 在这个台日投资协议里面 我们居然开放日本的烟草公司 可以来台湾投资 但是台湾不能够去日本投资 我们居然签了这样一个决定 来台湾投资的意思是说 在台湾设厂 设厂 对 结果捷碳当然 他当然愿意来台湾设厂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如果你烟直接从国外进来 从日本进口 27% 关税27% 但是如果我到台湾来设 我只要把日本的烟草进过来 日本的烟草关税只有10% 我中间有17%的一个加价 那你本民帮他省了17%的税 为什么这个法案会通过去很奇怪 但是他在我们本地 他还是要缴营业税 营业事业所得税 对 当然要缴 但是加加减减还是省很大 省 他大概平均一点 光是关税就省了大概30亿 所以人家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协议 而且他后来在台南设厂 在台南设厂的时候 其实当时包括说我们董事基金会 很多基金都去抗议说 为什么这个结态可以在台南设厂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设厂之后 他的价格生产得更便宜 阿官 我跟你讲 他要抽这个Mars 7的烟 因为或是七千百 因为他现在价格变得很便宜 因为他不用那个关税 他在台湾生产 所以变得很便宜 所以变成我们台湾现在中低阶的 这个烟都被他打得非常惨 我们台湾厌酒公司的烟 就被他打得非常惨 所以变成是这样一个局面 那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呢 不知道 大家都觉得 民国一百年签的那个约 然后后来 你知道为什么会 这个会出大大问题 因为后来被人家踢爆说 这个结态公司 他跟新潮流的关系非常好 但是跟新潮流谁啊 新潮流有分北流南的问题 他讲清楚了 当时他在台南设这个工厂 好 我们就跟他讲 为什么他在设工厂 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表 那个表里面来说 我们给大家看最后那一项 提供台南7.6公顷的好山好水给淹商 然后他还提供他房屋税 地价税 货物税 营利所得税的减免 所以给他非常好的优惠 所以他让台湾政府每年至少 短收新台币19亿的关税 至少 对 没错 那还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抽烟人口 事实上一直往年轻化去做 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说 我们台湾2.8万人因烟害而死亡 每1.1万可以归咎日本厂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市占率大概占百分之40 那如果因为他们这个健康支付 因为我们健保要支付这些 造成大概507亿的损失 其中日本烟商要归咎200亿 那到底是谁 当初是谁 让结态可以来台湾投资 然后又让他在这个地方 有那么多货物减免 而且这个对台湾损伤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结态他现在除了在日本有工厂之外 唯一在海外的就是在台湾 那变成这样 我们台湾在国际上就是 你这个把烟从台湾消出去的话 又强害周边的国家 周边国家就说你台湾真的是 用这个烟来伤害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好好去查一下 这个到底是当初是谁来 谁允许结态到这个地方来投资 然后结态到底后面的 官商关系 政商关系是多好 然后他跟华航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多理论 结态的政商关系和华航背后 他这中间如果人脉网络连结的话 有没有重叠性 能不能查出这一次的9800条 其实人家说现在是1万条 这一次1万条的走私烟 背后总竟人也有可能就呼之欲出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回头来看刚刚那个新闻 在今天就有业界踢爆说 要注意啊 结态这家烟商的物流 也要好好查一查 不然为什么有办法一次 一个人订9800条呢 不过当然 会有走私烟就是因为暴力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订这么多烟 那就是怕预期作废吗 对 现在是小英政府 小英总统 在这一次任内的最后一次出访问 乖金 可以贪多少 想办法先撈 可以没金木啊 对 所以烟的暴力 确实让很多人觊览 没错 也让很多人因此挺而走险 在市面上 也因为这样有很多的白牌烟 没错 就是这个白牌烟 大部分就攻击给谁 中下阶层抽的 白牌烟是违法的 是违法的 因为他没有客不到他的税 对 也就是说他很多管道都是走私进来的 好 来 浩哥你现场有带白牌烟对不对 对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到底什么叫白牌烟 我先 来 这个我们先看盒子好不好 先看盒子 这个是 白牌烟 对 包装的也挺漂亮的 对 好 那这是 公司货 这是公司货 就是七星 刚刚我们所谈到的 它的制造商 它的进口商 就是解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白牌烟 包得不错 包得不错 看起来都一模一样 也蛮漂亮的 对 问题是它的内容可糟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白牌烟 我们怎么分辨 这个烟是劣植的 其实从它的烟草看得出来 对 好 各位观众看 这个是白牌烟 白牌烟 你看 这个烟草 就像我们刚刚闻的劣植的 爹蜜同样 短短不一 长短不一 而且非常多的杂质 黑黑的 我们拿起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它还有很多是这样黑黑的 好黑好黑 这个好黑 这个颜色就比一般的黑很多 有的像杂草一样 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它普遍来讲 整个来讲就是比旁边 这个是公司货 烟草的颜色就差很大 差很多了 差很多 这个看起来比较整齊 对 而且这都有处理过的 因为成本差很多 对 你看 第二个 我们可以用纹的 用纹的 用纹的 那娟姐 你可以纹纹看 你先纹这个 我先纹这个 对 先纹这个 这个是公司货的 你纹看就是 你觉得要不要假昏 没关系 这个就是 不会抽烟最好 纹起来就淡淡的 这纹起来 你看什么味道 这味道很浓 有没有很嗆鼻 有 很嗆鼻 然后感觉不太舒服 再来就是看它这个 我有把它拆起来 这是公司货的卷烟纸 然后再跟 这个是公司货的卷烟纸 对 再跟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白牌烟的卷烟纸 你一看 没看到就差有够多 而且甚至这个 公安颜色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到了 这个颜色 公司货的卷烟纸 就比较白了 对 然后这个白牌的 看起来有点像再生纸 对 再生纸 有点泛黄 有点像再生纸 泛黄的感觉 而且比较粗 很粗糟 这个油 很粗糟 很粗糟 所以其实品质真的差很大 对 好 那白牌烟呢 它主要的利益就是在便宜 就便宜 但是它买烟纸吗 它们在哪里卖 当然 它们都在哪里卖 它们都在比如说 黄昏市场 是 渣漆 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在早市或黄昏市场 有时候看到小发财车 对 小发财车 那个烟其实是白牌烟 其实就是白牌烟 那个烟它很妙 我告诉你这个烟 它里面大概有50种以上的厂牌 你是说光我一个小发财车 那边就50种以上的厂牌 它在小发财上面 一个小发财大概 一个牌子大概有两条 它就给你竟 那还可以怎么样 给你四抽 你去便利商店又没有给你刺账 什么给你刺账 这粉朵整整整给你刺账 它没有 不可以刺账 比如说1234567890 给你刺账 吃 吃给你欢迎 如果晚上我一次 去真的去跟他买卖 送人的时候 反正一个老灰 就是老烟枪 在那边四抽十几根 他也不管他 他就当场给他抽 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这个他四抽的烟 可能十几根里面 大概只有三种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好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 其实现在在夜市 或者是在街头贩卖的白牌 他们采取的都是流动的 随时哪 有警察在外面走 对吧 所以他们都不会在固定的地方 然后大部分都是流动的 但是有很多檳榔灯 这没办不是吗 那檳榔灯 它是固定的 它不怕被抓 还是它藏在后面的小房间 它是都这样 像檳榔灯也是 它最多是放两条 那大部分呢 你看到这个路边摊 它在卖这个 它一个小八材车 最多给你50条80条这样 炒掉就炒掉了 但是厉害的是 因为他们都在黄温市场 或是早市在卖 他们一个区 就有很多个市场 很多个在卖 那后面都有 比较大的卡车 其实月都在那里 那如果你要买一条两条 你就跟他买 那你如果你要买多呢 他就会跟你讲 你去什么... 去后面 对 后面什么路口 找那个大卡车 我卡车给他 所以那个大卡车 对 也是在附近流动的 流动的 那或是停在那边 你只要买有 比较有的量的 就找大卡车 对 找大卡车 对 陪人家 要去搬 他就叫你那卡车去买 但是据说 連白牌烟 现在都消加竞争 真的很厉害 白牌烟消加竞争 它白牌烟是这样 像我是没有抽烟 我不知道 像七星醬 到底要一包多少钱 现在七星醬很贵 一包125块 你现在讲的是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我们都讲卖价 好 卖价 一直去六十块八十块 那像这样的烟 但白牌烟很妙 它税金一直涨 然后白牌烟反而跌 因为它要抓你的市场 所以 因为它不用缴税 它不用缴税 所以税金一直涨 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白牌烟 我们去买 以前一包60块 现在电脑漏了 一包50块就有了 这个一包50块 所以它等于是 不到公司货的半价 不到公司货 你知道成本更可怕 这个成本 大概15到20块而已 15到20块是包括包装 对 所有的 那这个白牌烟很妙 你看这白牌烟 它是怎么样进来的 它当然也是用走私进来的 但是它是这样 比如说我一个 白牌烟它是这样 它也有像我们讲的 五大贸易商 白牌烟有白牌烟的 五大贸易商 白牌烟最厉害 白牌烟 你看那个 你去便利店 那个烟 萤幕鸟蓝 大概 好啦给你 30种品牌最多了 白牌烟至少有300个品牌 我亲 就是说跟那个白牌烟 算是贸易商的老板 有聊过天 那些品牌 应该都是没有注册的吧 都是几乎都没有注册 我今天说的是精神物 我今天说的是 娟姐也可以 我这用一个娟姐的Mark 我也没分 所以它至少有300支品牌 它怎样 它是云木混珠 它要进来 有 它有合法的 比如说它用两支品牌合法的进来 可能超乎它卖的成本 但是其他的都是用比如说 劣质的烟草 然后再用那个卷烟籽 全部再一并进来 进来卷 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大陆 或缅甸那边卷 所以它直接寄原料 然后自己进来卷 它可能是在某个地方卷好 再用其他的方式 走私的方式再进来 再进来 因为它不缺水金 它缺水金 可能我公司缺水金 可能10箱 所以它进来之后再包装 对 其他是这样 那我合法的可能10箱 其他的可能5000箱 所以它是合法的贸易商 但是它用合法掩护非法 寄一些非法的白牌烟 沒錯 让大家趋之若鹿都去买这个东西 但这东西是劣质烟 好 这样我们就知道会有话和谈 好 我们持续会带你来关注 整个走私烟风暴 到底会烧到多大 但是我还是回来看 这也是要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超级财报周的风暴 又会烧多大呢 美国超级财报周 金丝却飞不动了 拖累刀就死 所以很多人担心 今年的财报周恐怕很难看 因为这支金丝却不飞了 对 卡特比勒 卡特比勒是 全世界重型机械的龙头 挖土机 堆高机 应用在工业 能源 还有建筑 所以它号称全球景气的金丝却 不过更标准的讲话 应该是新兴市场的金丝却 我们直接看一下 因为它上一季的财报 非常的惨 非常的惨 那股价是大跌了5% 我们哪 它一飞不动只有Dow Jones 包括三大指数呢 卡特比勒是道琼成混的 第九大的全值股 所以当然影响到美国的股市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卡特比勒 因为我们的观众 有的人喜欢做这个 比如说入股的ETF 那我就告诉你 你要看什么股票来操作 大陆股市的ETF 好 我们可以看到 2015年 16年 它一路往上 但是它在什么时间点呢 出现高点 就代表业绩不好 就在2018年的1月份 现在都不好 对不对 好 我们直接看上证指数 台股的波段最高点 怪了 卡特比勒怎么会是 入股的新型指标 因为新型市场 中国是新型市场 GDP最大的国家 全球是第二大 但是美国是 花已经已开花的市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证指数的最高 是不是跟卡特比勒的高点 一模一样 3757一路点 甚至我告诉大家 台股的最高点 也是在那个地方 好 我们也来看台股 所以卡特比勒 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 11270 是不是 2018年 我们是在2月 我们稍微慢一点 但是也是在那个地方 好 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的来宾 今天就坐在卡特比勒的工厂前 它所生产的就是这种 像怪手一样 非常大的工具机 所以为什么称为景气的金丝雀呢 因为我们可以想见 你要生产物件之前 你就是要先买工具 就如同你要盖房子之前 先买土地 先买钢筋 所以你工具卖得好不好 就代表未来的景气 到底好不好 现在产生疑虑 让我们担心 所以我们称它为景气的金丝雀 另外一档公司 也要来做关注是德宜 我不知道该担心 还是该高兴 因为德宜 我们看到它的财报是衰退 但是因为之前大家预期 它会衰退更多 所以它超乎市场预期 反而市场用利多解读 这一档股票 就是三十几年前 张忠谋服务的公司 它是德宜半导体部门的仲裁 不过我们直接看一下 因为德宜 在公布了财报以后 大家想 哇 不错啊 而且 因为本来认为会很糟 而且重点是说 这一季 它的这个业金会很好 所以德州仪器 你看跳空的缺口 大涨了7% 但是我们直接看 德宜的月K 哇 我们要看到 看进去 德宜的月K 我看到比较长线 你看一路的创下了历史的高点 那今年已经涨了40% 这是美国半导体晶片 非常杰出的一档的股票 但是重点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了解 德宜是全球类比IC最大的公司 是 所谓的类比IC 就是说我们现在手机 整合了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音乐播放器 以前单独的 现在直接放在手机里面 所以要让这些消费者 听到这个音乐 音效的效果很好 又要放进了类比IC 所以台湾的这个 从事类比IC的这些公司的话 应该 过去大家找德宜 那我们就找德宜工业 不是 现在找类比IC 比如我们来讲一档股票 8081的智新 8081的智新 一样我们是可以拉时间 比如类似周线的角度 我们来看 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走势 非常 对 今年嘛 我们从今年的年初 周线 一路的 对 你看 一路的往上 这个股价是什么60块 就到了这个100块 所以呢 德宜也会给我们观众一个启示 就是说 台湾相关的这些类比IC 才是你现在真正的关注重点 那他给你 也几乎德宜给你打包票说 这一季会不错 所以台湾的类比IC 有一些股价还没有动的话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好 所以卡特比勒是我们台股的先行指标 那德一是我们类比IC的先行指标 那我们回来讲半导体 当然要关注台积电 在今天我们看到媒体谈到 三星砸下千亿想擠下台积电 让我们有点担心 对啊 他说到2030之前 一共要投1000多亿的美金 平均1年 来 1757亿美金 2030年之前 他只拼就对了 对啊 但是台积电说不差 我有三个武器 第一个呢 乙无胜多 什么意思呢 台积电没有内部的产品 他纯粹做代工 但是三星一拖下去了 所以我客户投到三星的时候 你会不会投我的商业机密 对啊 而且你自己有在做手机 你想苹果如果下单给他 会不会很担心 你会不会把我的核心技术 也用在你自己三星手机上 对 台积电没有这个部分 台积电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赢得客户的信任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呢 以高至低 为什么 现在7奈米的制程 你知道台积电 全球的市占率是90% 你三星 对不对 你根本7奈米没有啊 你有的都是低的 低制程的啊 我是高制程啊 这银地要点 第三个部分的话 以时急需 我台积电拿到超微 超微是大单 大的 实在的嘛 你需的 你就拿英天小的嘛 而且英天还不是全部给你 英天只分一部分给你 你就放得很大声 好 那今年啊 这个出来iPhone才是重头信嘛 iPhone11 用了台积电的A13的处理器嘛 那我告诉你 A13这一次啊 很厉害吗 有一个东西很厉害 它是啊 双蓝牙音频的技术 是什么 以前我讲过TWS啊 就蓝牙无线耳机啊 那现在啊 这个啊 用了两套 所以啊 我买了两组的AirPods的时候呢 我听手机 我也可以分享个阿关 而且是无线的 而且就在10公尺 对不对 以前只能够用一套 现在可以用两套 可以一对二 那我开车的时候呢 我就一面了 我自己听 然后另外一套的话 进去那个音响 所以啊 那个效果就出来了 好 那观众你说 我讲了这个有什么 注意 以前我讲的TWS的股票 好 我们看TWS的股票 对 比如说上次我讲4968的利基 我们讲的时候呢 4968的利基 对70块 你看到130 但是啊 现在瑞翼啦 什么这些都涨多了 只有两党 最近是整理过了 一个是3227的原项 最近有整理过 所以TWS的概念股 不应该是最高 那个涨很多 要去找还没有涨的 或者整理过的 因为整理过是 可能是被特定人调解 另外一档的话呢 是8016的细创 因为它的感测器 打入了TWS 它最近也是 可是这个有涨蛮多的啊 最近 比起立基是涨比较少 对对对 起码这段时间 是比较没有反应的 好 A13呢 其实还有所谓的 双面充电功能 对正反面都是可以充电 所以将来的苹果手机 是两边都可以充电吗 这完全是台积电的 这个A13的强大功能造成的 好 所以将来呢 新的手机可能会支援 两套蓝牙 同时也会让你的手机 可以双面充电 不过说到了超级财报之后 我们还要来看的是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的财报之后 也公布了 表现很好 可口可乐在最新的财报 里面来说的话 他上一季的营收是99.9亿美金 那获利是26.1亿 那他想说 不是说可口可乐 这个大家都没在喝这个饮料 为什么他最近业绩会那么好 大家都没在喝吗 我很爱喝 阿冠 一般注重健康可能不太敢喝 但是他这几年喝 好不是因为说他现在的可乐 而是他的新口味 他在这一季他推出什么 無糖的可乐 另外一个还有什么 香草口味的这个 橙味的香草的可乐 另外一个他还推出一个咖啡可乐 就是他把这个可乐加纳在咖啡里面 因为这三款新产品大热卖 所以导致他上一季的业绩非常非常好 瓜哥 你看 这个可口可乐的股价 其实也是一个长线的多头 他一直不断的在往上创新高 事实上可口可乐 以在美国人来说 他创不是只是创新 他是创历史系高 对 人家都把它叫做孤儿寡母股 因为他每年都 孤儿寡母股 对 就是說如果你是孤儿寡母的话 你可以买这种股票 因为他稳定配息给你 每年都非常稳定 而且业绩都一直往上 所以你絕对不会浪费钱 也是不会亏钱的 我们讲可口可乐 未来业绩到底怎么样 因为他最近 在全世界推出非常多新口味 大家可能都没有喝过这种新口味 譬如说在俄罗斯 他俄罗斯推出一集叫做 青瓜口味的雪碧汽水 青瓜 就是木瓜口味的 你看 就是这种青瓜 就有所谓的这个 算是这个青瓜 加上雪碧的这个味道 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怎么会有这种 这么奇葩的口味 但是这些是未来最重要的这个产品 但是我们讲到说可口可乐 在今年还有一个非常红的话题 就是他搭上了这个Netflix 最近非常红的一个叫做 怪奇物语这个影集 怪奇物语 对 为什么这个影集 因为事实上可口可乐 在过去都一直在这个 更新它的这个配方 它在1985年的时候 曾经推出一个最大规模的 这个改配方的这个方案 结果平常在1985年推出来的时候 大家闲到买死 你知道他们原本在这个 大家打电话去抗议他们公司的 这个不好喝的 本来原本都只有400通 但是因为这个新产品 这个新配方推出来的时候 每天都有1000多通 打到他们公司里面说 你这个有比较冷吗 所以这个配方 其实是过去早就推出过了 推出过 然后被骂翻了 对 后来这个可口可乐 在一年之后就把它下架 那因为这样子 可口可乐 亏了大概3400万美金 就没想到 这个大家预为 怪奇物语 预为是最难喝的 但是因为怪奇物语 它这个影集是以1985年为 这个设定标准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场景 就有出现这个可乐 就没想到这个可乐出来的时候 大家反而想喝 想去喝这个旧委的可味 想復古一下 对 没什么 就没想到他最近推出来的 在任何的卖场推出的可乐 马上就卖光光 所以搞不好这一款可口可乐 会变成是史上最畅销的可口可乐 也不一定 可口可乐概念股在台股有吗 有 当然有 红泉嘛 做它那个瓶盖的 对 没错 我们如果看红泉的这个股价来说 它这个代号是9939 你可以看它的股价 其实它也是一路往上 如果你把它拉长一点的时间来看的话 它跟可口可乐的业绩幾乎是同步 那因为它的厂房里面 就设在这个可口可乐或饮料店的 这个工厂里面 所以饮料卖得越好的时候 其实红泉的业绩就会更好 但是可口可乐创历史新高 红泉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有经过除泉洗的这个关系 所以如果你 但是如果你还原泉洗的话 它也约莫是在 历史新高组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 这种饮料股 还有它周边的产品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长线布局 跟长线投资的 另外一党也公布了财报 特斯拉那就蛮惨的了 对 特斯拉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它应该会表现不错 但是它在上一季预估的财报来说 原本预估是亏0.4美金 但是没想到它亏的是1.12美金 所以是非常惨的 所以我们看到 特斯拉第二季亏损超乎预期 盘后的股价暴跌了12个百分点 市值蒸发1760亿 和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可口可乐 真的是迥然不同 人家可口可乐第二季的营修获利 都双双成长 所以可口可乐的股价 因此往上冲高大涨 特斯拉是卖得不好吗 对 它其实卖得不算太好 尤其是说它前一阵子 有这个价格的调整 所以让很多消费者觉得说 你这样是把我们争效的争盘 所以它过去一季的时候 它其实业绩是表现不太好 而且它在前一阵子 发生过非常多的事件 譬如说在今年的4月22号的时候 有一个车主他在上海开车的时候 车子自己就燃烧 就自然的这个现象 很多人都说 很多这个车主就说 万一幸好我没有待在这个车上 如果待在这个车上 我不是人就死去了 另外在美国还发生 就是在今年对 在今年 今年的在上海 你看 2019年4月21号 他放在这个仓库里面 放在车库里面 就自己燃烧 没有任何原因理由 车主就说 幸好我那时候人不是在开车 没有坐在上面 不然我不是这个命都没了吗 好 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他接下来在之前 在今年2月的时候 他在佛洛里达州的公车 这个公车 就这个画面 对 他在公路上也发生这个意外 就发生意外的时候 这个驾驶已经过世了 就怪你知道 发生什么很诡异的事 这个火都已经扑灭了 然后把它拖到这个停车场里面去 结果扑灭了 停在那个停车场的特斯拉 自己又着火一遍 所以他想他是怎样 是自己一直会着火... 一直会着火 所以大家对特斯拉的安全 就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也导致说 他在上一季的业绩 真的表现得不太好 甚至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在台北市 我们台北市发生的一个画面 这是特斯拉的Model X的车子 他就撞到一台宾室的车子 舅达官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 这个Model X 这个黑色这个车子 他的轮子都已经歪掉了 你看撞到这个宾室的车子 宾室的板机还弹回来 弹回来 完全没事 来 郭仁华 你仔细看一下那个轮子 那个轮胎一秒突然弹出 对 已经坏掉了 那你看那个宾室车 宾室车撞到那一扇 是的确有凹进去 但是马上又弹回来 所以就变成这样 好像大家看到这个车子 好像是特斯拉 你难道你是用 爪狗的还是怎么 怎么那么不堪一致 我才说用爪狗的 特斯拉之前不是被踢爆说 他们因为赶工 竟然用胶带 青菜黏黏的就出货 对 所以 所以大家这么多的违规事件 还有这么多的不安全事件 当然大家会对特斯拉 打商有问号 好 那我们来看说 在台股里面的这个 特斯拉概念股 事实上跟特斯拉业绩 挂钩比较深的有三档 一个是这个帽连3665 但是帽连比较不一样是 他的股价跟特斯拉不一样 特斯拉是比较走空头 但是帽连 其实他股市还是一直在往上走 因为他这几年 除了接特斯拉的单之外 他还有接到一些其他的 电动车大厂的单 所以他的业绩 其实是相对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两档 这个4739的康普 如果你打出他的K线 他的K线就是跟特斯拉比较像 他是做特斯拉上游的原料 就比较皮弱 对 电池的原料 另外一个是4721的美琪 他也是这个 他们两档股票 都是做电池的上游 你可以看到 他们的股价就相对表现比较弱 所以还是要看说 如果你只是 纯粹都只有做特斯拉 像康普跟美琪 当然业绩就比较不好 但是你有切入到非特斯拉 或是特斯拉以外的客户群的话 那样你股价就有机会 走出一个比较偏多头的走势 就会走出一个比较植 可以走出 lite 然后是这样 所以你再给你 身份额的分岖 可以走出一个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